任嘉伦的出轨风波在工作室和公司都发律师函回应之后还是没有平息 反而有越闹越大的趋势 此前任嘉伦工作室曾在9月末的时候发文澄清 表示任嘉伦从未有过出轨等行为 还发布了律师函称出轨等言论是不实信息 公司也发文力挺 随后相关谣言平息了下去 但随后就有博主直接发文硬钢 表示任嘉伦和兰赫的事就是真的 言之早早直指任嘉伦运期出轨 还爆料很多地名疑似有特殊含义 之后博主还表示 如果任嘉伦和兰赫觉得是污蔑的话 欢迎来搞 态度强硬让人一时看待 博主还表示这件事除了当事人 狗仔都没有他知道的清楚 此言论一出 立刻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要知道不久之前任嘉伦工作室 还曾专门就网上的各种言论发布了声明 如今这位网友竟然敢直接艾特本人爆料 光是冲这一点 就有很多路人觉得这件事情像是真的 之后网友也拔出来任嘉伦和兰赫 参加过同一个选秀节目 两个人的组合一个冠军一个季军 网传任嘉伦和老婆聂欢的美人李明琳 当时还和任嘉伦是同个组合的 兰赫和任嘉伦的合照也被网友拔出 可以看出两人当年私下关系很好 没有录节目的时候也会一起玩 看上去是很要好的朋友 三人合照的时候 可以明显看出兰赫的站位 是倾向任嘉伦的内侧的 而且两人贴的也很近 而且之前就有一次兰赫男友发文 怒斥任嘉伦和兰赫 还晒出一次他和任嘉伦的聊天截图 以及一次兰赫在朋友圈回复任嘉伦的截图 网友称通过截图可以看出来 兰赫和任嘉伦起码在2014年依然有联系 聊天记录里兰赫男友还称自己有录像 任嘉伦方发出声明之后 这位网友一次隐藏了微博 但简介却是等你报应来 似乎依然不愿善罢甘休 风波发酵之后兰赫的社交账号评论区也沦陷了 不少网友跑到兰赫评论区问任嘉伦的绯闻对象 到底是不是他 称如果是他的话品性真的很差 底线全无 让兰赫跪着去给任嘉伦老婆道歉 还有网友表示兰赫配不上任嘉伦 也有网友怀疑是兰赫联合别人遭遥任嘉伦 像蹭任嘉伦的热度 还有粉丝喊话兰赫应该站出来回应 还任嘉伦一个清白也是还自己清白 毕竟他也是当事人不能做一个旁观者任由谣言发散 且不说兰赫 另一位当事人任嘉伦在网友强硬喊话之后 也并没有第一时间出来回应此事 粉丝也只能拿着之前任嘉伦工作室的回应到处澄清 但真像工作室所说任嘉伦从没出轨的话 应该有所措施了吧 但距离该博主爆料已经过去不少时间 博主仍在网上继续活跃 似乎没什么影响 不知道任嘉伦工作室国庆放假了 还是觉得之前澄清过就不必再说了 连网友都在呼吁赶紧报警 其实更多的吃瓜群众还是非常谨慎的 并没有轻易相信这件事情的真实性 反而希望这个爆料者能够拿出视频和照片来证明这件事情 要知道这个爆料者早在之前就曾经发表过一些疑似抹黑任嘉伦的言论 如今再次提及这件事情 难免会有人觉得这个爆料者就是在蹭热度 但也有一部分认为他敢直接艾特任嘉伦的团队就证明他手上应该有足以支撑自己言论的证据 因此就有不少人觉得这件事情的真实性并不算低 当然也有一些自称是路人的粉丝 直接质问起了爆料者为什么会知道别人的私事 如果别人因为你事业尽毁你睡得着吗 其实从这些言论之中 我们也不难发现有很多自称路人的人其实就是披着马甲的任嘉伦粉丝 他们是真的在为自己的偶像教区 同时他们自己也非常的无奈 毕竟如今娱乐圈的所谓声明真的没有任何作用 之前的那几位顶流每一个都发律师函了 结果呢 该塌房的都塌房了 该进去的也全去采缝刃机了 因此现在网友是真的不愿意再信这个所谓的声明了 当然对于这个网友的疑问 其实很多人也有类似的想法 毕竟一个人就算是在关心明星的动向 也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 能够明确的知道明星的一举一动 但有人对此却表示了自己的看法 他觉得这个爆料者或许就是曾经任嘉伦工作团队的 毕竟像宋祖儿这样的明星 他们的黑了全都是之前跟他们一起工作人员爆料的 毫不夸张的讲 工作人员对于明星的了解程度 甚至比他爹妈都清楚 看看之前的千千 他做的那些事 直到进去了才清楚 要不然他也不至于认为受害人是在敲诈自己儿子了 当然了这些也并不能证明 这个爆料者所说的内容都是真实的 毕竟我们并没有看到所谓的证据 但从细节中 其实我们也能观察出一些东西 根据爆料者所爆料的内容 我们可以了解到爆料者认为任嘉伦是在自己妻子孕妻期间出轨的 出轨对象还是一个曾经拒绝过他的女性 并且他还指出 这个女生还曾经非常看不起任嘉伦 但是后来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 这个曾经看不起任嘉伦的女生 却愿意为了任嘉伦之三当三 并且就连任嘉伦让他住138元酒店 和直舍的买儿等车座的情况下 还愿意和他共度春宵 看到这个剧情 我相信大家应该也明白了一些东西 那就是这样的故事 似乎在某乎上有很多类似的文章 为了爱而不得的百月光抛弃妻子的狗血文章 不就是这个剧情吗 在被女神拒绝之后 找一个适合当老婆结婚的人结婚 自己功成名就之时 百月光直接回来倒贴 结果男主为了弥补往日的遗憾 与百月光暗通团取 最后害得自己妻子流产 然后男主凡然醒悟 可女主却看清了男主的真面目 然后利用自己的手段 将男主搞得身败名裂 最后和暗恋自己的深情男儿走到了一起 说真的这剧情 简直就跟知乎上这样的小说一样 要知道这个爆料最离谱的就是这样了 剧情实在是太狗血 即使任嘉伦现在还算不上真正的顶流 也不至于连个好点的宾馆都住不起吧 而且作为一个在娱乐圈摸爬滚打这么多年的演员 他应该也清楚那些因为私生活问题 最终导致职业生涯毁于一旦的人 都是因为利益分配不均 最终惨遭爆料的 最关键的一点就是 这个爆料者爆料的地点都不是准确的酒店名字 而是城市的名字 这些地方只要是关注明星行程的应该都清楚 所以这并不能代表任嘉伦真正做了什么错事 除此之外之所以有很多人相信这个爆料者的话 很大程度上就是爆料者艾特了任嘉伦和他的工作室 并且放话要让他来告 但很明显他就是在赌一键 那就是任嘉伦会不会告 一旦任嘉伦真的没有任何的反应 那么这件事情很可能就会被作势了 那样一来任嘉伦最后的下场可想而知 要知道现在的娱乐圈 只要是本人不回应那就是实锤 之前杨颖被爆前往风马秀被辟谣 但杨颖自身并没有澄清这件事情 那么这件事情自然就成了实锤的事情 毕竟现在的娱乐圈并不需要所谓的真相 只要那个真相符合人们心中所想 就是人们心中的真相 除此之外 我们应该清楚一件事情 那就是这个爆料者 之所以选择爆料任嘉伦的原因 主要就是被任嘉伦粉丝给骂了 毕竟在网络上谁遇到潘子心里都不好受 尤其是如今饭圈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粉丝的种种恶行 自然也会反噬到争主的身上 之前提FBOYS的演唱会 就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 他们的粉丝种种的冲动行为 让很多不是他们粉丝的路人 对于这三位顶流的看法 都是非常厌恶的 所以粉丝的行为 自然也会影响到争主的身上 不过现在这个爆料者的账号 已经在社交平台上找不到了 因此有很多人都觉得 这件事情已经彻底盖棺定论了 毕竟院主都跑路了 吃瓜群众自然该退场了 但其实这件事情 其实并没有结束 我们要知道 这个人只是书上的一个树枝 而这个树的根则是狗仔卓尾 如果没有他的那句 模棱两可的爆料 自然也不会有这么多事情的发生 其实我们观察 这次卓尾爆料的全过程 就不难发现 与其说卓尾真的有料 倒不如说卓尾这是在钓鱼 就是想让明星自己来领这个鱼钩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要知道卓尾之前之所以 会被称作是内地第一狗仔 就是因为他每次拍到的内容 都是一些大瓜 更关键的是他虽然吊人胃口 但一般就是刀点就说事 亚根不会出现现在这样的情况 要不然之后 也不会传出所谓的六千万卖瓜事件 当然除了这些 还有之后 卓尾通过他人之口 讲述的儿性男演员的事情 直接将所有的矛头 全都指向了任嘉伦 结果到最后 他却解释说 亚根就没有所谓的儿性艺人 是观众听错了 所说的是儿子男艺人 这让任嘉伦的嫌疑得到了喜庆 在这之后不知道怎么了这件事情 直接被扣到了诚意的头上 要知道诚意和任嘉伦是一个公司的艺人 任嘉伦头上的黑料 莫名其妙地安在了自家明星的头上 诚意的粉丝 自然是不愿意接受的 于是诚意和任嘉伦之间 突然就爆发了一场网络骂战 尽管之后两位正主纷纷下场辟谣 但他们两家的粉丝 却一点也没有停战的想法 还有诚意的粉丝 直接给任嘉伦的粉丝写了一封信 说自家哥哥的处境很不好 希望任嘉伦的粉丝有点同理心 不要难为自家哥哥 不过这封信一出来 任嘉伦的粉丝和诚意的粉丝 又吵成了一团 在评论区疯狂吐槽对面爱豆 才是真正的瓜主 这也是为什么这个爆料者之前的言论 会被发现的原因 因此才有了这次爆料事件的发生 但不论这件事情是真是假 这次事件造成的影响 却已经不是一个明星那么简单的事情 这次的事件所造成的影响 如果不好好解决的话 对于任嘉伦也好 诚意也罢都是毁灭的打击 除非是卓为立刻讲出 他要爆料的人到底是谁 否则这件事情 必将成为两人心头上的一根刺 时不时的就要刺痛他们的心脏 因此粉丝们与其互家 倒不如等待这次事情的真相 最终也能还自家偶像一个清白 不管怎么说 作为明星艺人 对舆论还是要有一定的敏感度 有关道德名声的问题更应该慎重 建议任嘉伦方 还是不要嫌麻烦 尽早回应或者处理此事吧 好